2月1號的立院龍頭之爭 這可是即將要登場的大戲 那麼藍綠白到底怎麼合縱連橫 韓國瑜昨天推出的韓江沛 在今天講完稱讚了江啟臣 不過他稱讚的話在網路上炸過了 韓市長不管到哪裡都會發光 江啟臣或政大外交系的學長 鼻子很大又才華 所以韓江沛絕對是最好的搭配 我相信由他們來接下來帶領新的國會 絕對可以強力的監督實證 好我找了一下我們的來賓 鼻子最大的是范老師跟阿川 鼻子很大有什麼關係 范老師鼻子很大跟副院長有什麼關係 感覺沒有什麼關係 這是韓國瑜去幫江啟臣助選的時候 說江啟臣鼻子很大 問他老婆就知道了 鼻子很大跟副院長有什麼關係呢 他就問他老婆就知道鼻子很大是什麼意思 韓國瑜在造勢現場也許可以開玩笑 問題是現在立援龍頭之爭 蔣萬恩稱讚江啟臣說 他很適合做副院長的理由 知一是因為鼻子很大 這個當然是好玩的事 可以作為一個媒體上喜歡傳播的一個宣傳題材 但是我可以預言 韓江啡會變成韓江烤肉 為什麼 因為沒有民眾黨支持韓江啡能幹嘛 只能在韓江烤肉店裡面端盤子 這是個現實問題 可是人家說Case by case 人家說Case by case 也就是說我立院龍頭不見得支持你 但是將來很多的議案 我還是有可能支持你 Case by case來談 話是這麼說 所以院長是個Case 副院長是個Case 所以這兩個Case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韓江沛 成功的機率等於零 我敢大人 你說將來如果 因為民眾黨怎麼可能接受韓江沛 不可能的吧 這絕對不可能吧 你所謂零的意思是說 他們將來沒有辦法推動立院的一些法案 還是 立院的法案 還是不可能過關 這不可能過關嘛 2月1號投票 不可能過關 理由在哪裡 民眾黨有沒有說yes 沒有 可能不可能說yes 到第二輪 國民黨就會用相對多數就過關 不用等他yes 因為有兩輪投票 你怎麼知道民眾黨 會讓你相對多數過關 除非民眾黨跟民進黨 不是因為民眾黨 不然民眾黨 如果他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是挺他自己人 挺他自己人 第一輪當然就不會過 就進到第二輪 第一輪挺自己人 但第二輪不可能挺自己人 第二輪如果他沒有挺自己人的話 那他挺民進黨 除非他挺民進黨 否則國民黨還是相對多數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知道 就民眾黨最大的政治利益 第一個不想做小綠 是 第二個不想做小藍 對不對 我幹嘛當小藍 所以在這種不可能當小藍裡面 他搞不好就玩出一個遊戲 那有什麼樣的方案 有可能 第一個 政院長指使游錫坤 副院長指使江啟臣 你就掛了 就開花了 那你不能說他小綠 你也不能說他小藍 這個是戰略思考的一部分 你要倒過來思考 幹嘛那麼老是傳統的一樣 拿起來念書就要從第一頁 念到最後一頁 也沒有道理嘛 對不對 蔡先生講了一般人 沒有想到的另外一套劇本 所有的劇本 所有評估劇本裡頭沒有這一套 那如果民眾黨自己做這個決定 我們就樂觀其成 就是說民進黨 你就是說他院長挺一個 因為事實上人家在等民進黨的善意嘛 你看第一個 你說那個蔡秘魯講對 不可以跟新潮流怎麼樣 掛鉤 因為我們民眾黨是批判這個新潮流的 人家那個誰釋出善意說 我賴清德現在已經不是新潮流了 你看夾到夾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動作已經釋出來 很清楚嘛 就是說所謂的退出新潮流 不是退出給民進黨裡面其他派系看而已 主要是給民眾黨看 說你整天罵新潮流 我也知道新潮流 比阿川他那個派系不好 但是你現在我已經不是新潮流了 你總該可以跟我合作吧 有沒有 第一道善意出來了嘛 所以你的賴清德是吃爽的 不是嘛 賴清德是吃肉的 吃人啃骨頭的 他先拋出來 我不是新潮流了 你總不能罵我吧 好 接下來就是說 那我們可以商量啦 對不對 聯合政府啊 那聯合政府你先把立元龍頭給我啊 所以每個人都在講說 民眾黨一定是小藍 民眾黨幹嘛當小藍呢 你看藍白不合的時候 他整天唸在心裡面 你看民眾黨每個人唸說 我被國民黨罵得臭頭啊 對不對 被國民黨網軍罵得臭頭啊 當然很多錯 你幹嘛叫黃珊珊去搞上假民調看什麼啊 對不對 所以當然自己人也罵 不過這個都小事情 是 小風波 但是你剛剛說的那套劇本等於是民眾黨會促成藍綠河耶 不是叫藍綠河嘛 因為教練劇本如果他一邊挺不管他是院長還是副院長 一邊挺藍 一邊挺綠就造成了藍綠河啊 那不叫藍綠河啦 這院長副院長不可能吵架嘛 對不對 不可能搶槌子嘛 這立法院立法院的規矩跟政黨沒有關係嘛 那你要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喔 不要老是說民眾黨一定挺韓國瑜喔 政治利益是很清楚啊 民眾黨為什麼要把韓國瑜捧成政治明星 對他有什麼政治利益 沒有 對嘛 對 你讓韓國瑜做大對民眾黨什麼好處 搞不好下一次柯文哲率選的時候 韓國瑜喊說沒有總統柯文哲的選項 你們穩穩到對不對 所以政員是提出了另外一種可能 將來立委員有可能是有江沛啊 我的角色從頭到尾 我就是政治診所的政治醫生嘛 對不對 看醫生病情就會不同 這個徐先生啊 你可能眼睛很好 不用戴眼鏡喔 可是你鼻子很大喔 外面不要臉花惹潮啊 對不對 我是看病人這樣看嘛 蔡醫師你到底是眼科還是耳鼻歐科 全科大夫 所以你不要是一種僵化的思考 民眾黨現在也在糾結 第一個他們一定團進團出 對 他們已經講了 他們是團進團出 所以你沒有辦法各個擊破 那第一輪投票一定投給自己 第一輪投給自己 所以會到第二輪嘛 對 一定第二輪 如果第一輪就過來 我民眾黨什麼行情 當然第二輪嘛 氣氛大家就比較緊張一點嘛 那我認為對民眾黨最有利的劇本 就是 我就院長給游喜坤 反正游喜坤不可能選總統 不可能去站台 站台也沒什麼魅力 對不對 我這樣講也許對游喜坤 水牛伯 你別這樣 不 我們講事實 不然你問阿川對不對 幹嘛問我 你的老闆 你的憲台語不義啊 你的政國會老闆 給他挑 對 這是一個大家客觀看問題嘛 韓國就比較有站台魅力 號召力嘛 那為什麼這種讓這種人做大 他又不會支持 柯文哲下一次選總統 所以就是說要揮類斬國瑜 然後捧出一個國民黨的副院長 怎麼不可能 有可能啊 然後院長給民進黨 那民進黨你退出新潮流 第一個三年 還有沒有第二個三年 你告訴我對不對 那他提出來所謂的四項國會改革意見 民進黨也可以答應啊 國民黨可以答應 那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啊 就可以接受的啊 所以整個經典的劇本 現在是關鍵都在民眾黨 民眾黨如果不當小籃 他就不可能投給韓國瑜嘛 不當小綠 他不可能政府院長 通通給民進黨拿走嘛 那他自己在這種局面裡面 他自己不可能選上嘛 他不可能選上 他只要操縱這個 直接還有分裂投票 對 你們以前都想說 證的一定是韓國瑜 負的可能是民眾黨 這不是民眾黨的最大政治利益 你要從政治利益來思考 如果韓國瑜是正的 民眾黨樹立一個超級大的敵人 然後韓國瑜選不上院長 他會跑去跟朱立人搶黨主席 讓國民黨亂成一團 對那什麼不好 沒有什麼不好啊 這就是個政治現實的一個 政治策略的規劃 那你說捧韓國瑜對柯文怎麼變好處 我為什麼要捧韓國瑜 再來 副院長嘛 我給國民黨新生代一個好處 以後大家好商量 因為新生代下一季不肯選總統嘛 而且你要選台中市長的話 還是要看我臉色啊 對不對 好 所以也就是說鄭元凶提出了 另外一個另類思考 有沒有可能民眾黨分裂投票 因為院長跟副院長 其實不是綁在一起選的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分裂投票造成 所謂的 叫做什麼 油漿配 對不對 油漿配 那不一定是漿 也有可能油漿配 油漿配 不一定是這樣 沒錯